然後這一局還有另外一個變數 法國選舉從來沒有碰過這種狀況 就是極右加極左 竟然占51% 就是傳統溫和的右翼 溫和的左翼 都被擠到中間來 而且極左跟極右有一個共同政見 就是不喜歡美國 然後反對北約 好 回到節目 來關注的是法國總統大選 在4月10號已經完成了第一輪投票 現任總統馬克宏取得27.6%的選票 第二名的則是極右翼的候選人 雷鵬 拿下了23.41%的選票 兩人之間的差距只有4%左右 那麼紐約時報就分析 在第一輪選戰當中 分散給其他右翼候選人的選票 如果在第二輪集中 拉鵬光是基本盤就32% 那麼也就是說 會嚴重威脅到馬克宏的連任之路 這次馬克宏為什麼選這麼的辛苦 堅哥 我想就是過去幾年 整個歐洲的政情的變化 社會 然後法國的選民的結構 也產生變化 政治的板塊有推移 而馬克宏並沒有注意到這兒 所以他的選舉策略之中 花了很多精神去對於國外 以及就是掌握法國榮光的需求 需要有獨立自主 但是問題是對於左派而言的話 他們比較關注是社會福利 以及社會貧富不捐 內政 受為福利這些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認為馬克宏就是說 後來發現選舉的策略不對 所以他有很多的講法 一直在後面變來變去 可是政治上的事情是 你一開始立場沒有站穩 而你現在又是執政黨 所以執政黨本來就是 你可以驗證你到底做的 能不能讓他們滿意 所以你能夠因為改變立場 而就是說再許下競選諾言 然後讓他們改變 那比較難 所以現在進入第二輪投票 他已經明顯知道 萬一變成就是說 這個雷鵬那邊的左派大團結的話 那他會受到這個 就是說相當的威脅 所以選舉的策略也沒有什麼 就是鞏固團結自己的基本盤 想辦法去分化你的敵手的正義 現在就看就是說 馬克宏能不能挑出就是說 因為即使說這個範襯的左派之間 還有相互的矛盾 就看馬克宏能不能順利的見鋒插針 然後加上分化 那樣子他可能還有救 否則真的是左派大團結 那恐怕他就要輸掉了 而且最近也看到馬克宏他自己也檢討 說這個之前花太多時間對外 那法國廣播公司就報導說 根據14號的最新民調 馬克宏對上雷鵬 雖然現在仍然是以55%對45%取得領先 不過對照2017年 馬克宏以66.1%的這個得票率領先 當時他的右翼對手33.9% 其實這個差距是很大的 那這一屆呢 右翼支持者已經成長了10%以上 另外呢 因為這個馬克宏對Labon 這個目前的支持率差了10%左右 所以說第一輪 我們剛剛講到 第一輪投給極右 極左翼候選人的22% 很有可能會變成決定在第二輪大選勝負的關鍵少數 委員的選戰經驗是最豐富的 你怎麼看這個關鍵少數的選票 他的這個優移 這個選舉有幾個變數 這個馬蘭雄當然是傳統左翼 可是馬克宏他是屬於社會黨內閣裡面的右翼 因為他是投資公司出身的 投資銀行出身 中間偏右 然後馬蘭雄裡面有一些左翼的工會 在黃背心運動的時候對馬克宏很有意見 他覺得他背叛工人 所以這些人當然不可能投給Labon 可是他們有可能不投票 弃權 有可能就火大我不願意投票 分化你的敵手 這個就是一種可能性 那第二個就是 烏冬大決戰很可能會在424之前發生 那發生的話美國一定又會做動作 那法國怎麼辦 報告要表態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可能會有新的一波通膨上來 馬克宏民調之所以下降 跟通膨有絕對關係 你那個汽油一公升兩歐誰受得了 事實上馬克宏本來民調是贏 Labon贏了13%以上 那一路這樣往下跌 就是因為剛剛靖哥講的嘛 就經濟議題他沒有面對嘛 如果拜登又要下重手 讓通膨又再上來 那馬克宏怎麼辦 那叫馬克宏危險呢 然後這一局還有另外一個變數 這個法國選舉從來沒有碰過這種狀況 就是極右加極左 竟然占51% 就是傳統溫和的右翼 溫和的左翼 都被擠到中間來 其實那個華盛頓一直在講說 這個你現在雖然不喜歡這個馬克宏 但是你用的招數 你會招惹來一個你更不喜歡的人上台 是啊 對啊 現在狀況就是如此 狀況就是這樣 沒有錯 而且極左跟極右有一個共同政見 就是不喜歡美國 然後反對北約 所以我說未來如果拜登動作太大 因為他就代表北約嘛 又代表美國嘛 那會產生什麼發酵真的沒人知道 俄乌之戰本來就挑起來 就是等於戳破了西方的 特別是歐洲 還有跟美國之間的西方之間的矛盾 只是這個就是 這個症狀真正是發在法國大選之上 對 因為你剛好跟俄乌在那邊撞到 恰好撞到 我們剛剛提到的 是這個馬克宏的強勁對手 就是這一位 我們說雷鵬 他談到這個法國 他如果他當選的話 他的外交策略 他說他當選之後將會跟俄羅斯和解 然後你看他特別舉行記者會 公佈了他的國際政策 他說當選之後要推進與俄羅斯的戰略和解 避免中俄同盟 哇 這個聯俄之中的外交策略 雷姐怎麼看 雷鵬他一直說 他跟普京是可以談 而且是好朋友的 他在幾次的選舉中間也有用過普京的照片 外界還說他是粉絲 粉絲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剛剛說了老歐洲的一些想法 法國其實很少人去記得他有一個法蘭西榮光夢 就是在戴高勒之後呢 很少人再去討論這個法蘭西的榮光 就連我們的身邊 我們還有法屬波里尼西亞 就他也是一個域內國家 如果我們要討論印太事物的話 所以在雷鵬的角度來說呢 如果你從一個全世界的大格局裡面來講 對他來說最不安全的當然就是中俄真正被靠北 然後成為了一個勞不可迫的聯盟 同時這個聯盟因為 美國的強勁制裁的緣故 跟歐洲成為一個敵對的角色 就是說當中俄背靠背 跟歐盟還可以繼續往來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當中俄背逼著背靠背 但是與歐盟跟歐洲的關係是敵對的話 那麼對於歐洲是非常不安全的 所以完全從這個安全中心主義 或者從法蘭西榮光主義來說 他都需要有一個跟 完全聽從美國的指示或指揮 不同的中俄烏的策略 那麼我認為現在的這個政策 真的是非常有趣 因為有一句老選舉話 我想大家一定都常聽過就是 所有的選舉都是內政問題 所有的內政問題都是經濟問題 就是你不管有多麼崇高的 道德言語上面的 政治戰略地緣上面的 未來的目標 你今天老百姓過不下去 你就很可能這個政權就會被推翻 或者是不被信任 那前段日子的匈牙利跟他的 這個匈牙利跟斯洛伐克 他們都有選舉 還有瑟比亞 那這些選舉呢 歐洲的人 那個歐安會議都跑去指摘說 你們這些怎麼會選出一些親惡的政權 就是回到了經濟 跟老百姓的民生 所有的選舉都是內政問題 內政問題都是經濟問題 還是自己的經濟 還是自己的荷包 不是靠腦投票 是靠胃囊投票 所以誰能夠顧得到我的肚子 當然我就投給誰嘛 對不對 而且兩個人的訴求都一樣 對啦 和平跟穩定 訴求都一樣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真的是 殺得難分難解 當然這24號就會有最後的結果 我稍微補一下 你們剛剛說那個 極左極右是50%的藥 這是現在我們觀察這些年來的 所有的民主選舉的統一現象 就是民粹主義當道的時候 都會往極端走 我說是網路加劇了 網路加劇 民粹提高 所以往極端 就往兩端去挪移的趨勢 幾乎在每一個國家都發生 現在此刻 我們看得出來 在24號的結果 如果預估的話 賭盤當然賭吧 各紅 當然有70幾個 他還是會顯勝 OK 不過聊到了法國 其實也看到這個法國的軍情局的局長 叫維杜 這個維杜將軍最近下台了 被迫請辭下台 是因為他沒有能夠預測到 俄羅斯的入侵 講到了軍情局 這個法國的軍情局成立了30年 金哥你怎麼看法國的情報單位 成立了30年 想必這時間是很久遠 但是為什麼情報工作還是做得如此 情報這個工作體系 無論成立多少年 並不代表他預測事事的準確性 所以情報只能說他是儘量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法國的軍情局局長 他願意因為他的預設錯誤而下台 我認為這個態度是嚴謹的 而且對於整個情治 專業的工作的士氣而言 是有幫助的 也就是說表示他是一個負責人態度 為什麼法國人一直要堅持他自己的 就是說情報還有軍事上的獨立 其實是1956年 他這個就是在那個蘇伊士運河之後 他這個是說美國硬逼的 因為他跟英國合手 然後聯合以色列去侵入 這個就是佔據這個蘇伊士運河 硬被美國逼出去 所以他知道就是說 美國是一個不可信的這個就是說盟友 所以他必須要維持自己 就是情報的工作的體系 我們要知道就是一個國家意識形態 戰略判斷還有這些利益的取捨 你必須要有自主性 但是我們要接下來看的這個 其實也是不是在解讀上面的一個落差 因為最近大家有在關心的是 烏克蘭跟德國的關係到底有生變了嗎 因為這個德國總統史丹麥爾 原本這兩天是要訪問基辅的 不過呢烏克蘭當局拒絕了 烏克蘭總統斯基解釋說 沒有邀請德國總統 而是邀請德國總理 他給了一個理由 他說總理才能夠做出一些實際的決定 換言之就是總統來了沒用 委員你怎麼看 對 蕭之就立刻說不去了 而且他沒有打算要訪問基辅 不 這個是很失禮的動作 人家好歹也是德國 很有代表性的政治領導人 你說他影響不到蕭之嗎 他去難道蕭之不用授權嗎 對不對 所以講這種理由實在是非常的失禮 斯倫斯基旁邊沒有幕僚會建議他 他在生氣啦 因為他知道他的歷史 因為這位是德國很有名的親俄派 所以他在生氣啦 連北希二號從頭到尾都是支持的嘛 可是問題是德國 社會民主黨支持北希二號 是最有名的政黨 連他的秘書長也是支持北希二號 連他們前總理施洛德 還在俄國石油公司當董事 拜託好不好 對 所以你如果要叫他社會民主黨 你是不是不要交往 這個烏克蘭已經瘋狂到 對於面對全球情緒綁架的地步 而且他已經都自己不知道 自己有幾兩 很情緒化 不是 講話真的是已經到 毫無分寸的地步 我實際上講 哲倫斯基自己都沒有好好反省 今天戰爭結束之後 他會受到的政治整肅跟 這個就是說真正的檢討 是會很嚴重的 可是我插一句話 他4月8號去罵馬克宏 馬克宏是4月10號要投票 對 怎麼會選擇 這個時候對馬克宏開炮 他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他的政治判斷真的是很糟糕 而且我們現在有很多人 這個就是說面對烏克蘭這些東西 假如說你覺得烏克蘭動不動 情緒綁架是很糟糕的情況 那我告訴你我們 就是說我們被情緒被綁架 是更糟糕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等一下繼續聊 最新的一份報告顯示 美國3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年增率升到8.5% 仍然是41年來的最大增幅 那麼扣除受到俄戰士影響的 能源跟食品之後 核心CPI月升0.3% 是低於市場預估的0.5% 美國聯準會的理事華樂 就表示說通膨已經觸頂 所以即將開始降溫 通膨要開始降溫了 真的嗎 菁姐 我覺得這裡真的是要看 你對通膨的判斷 大家都記得 鮑威爾一直一開頭說 通膨是暫時性的 那通膨通常我們是把它分成 有的時候你是暫時性的價格上揚 有的時候你是持久性的價格提升 也有是因為你的需求面越來越好 所以原物料那個上升 所以要看你把它怎麼判斷 那現在的美國說 他們已經通膨觸底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是8.5% 然後你的核心還是有那種 你無法解釋的因素以外 有一個表很重要 就是它的採購經理人 跟它的這個每年的GDP的成長 通膨 它的合起來的表 但是不好意思 我現在拿的是另外一張表 我要講的是 無論是美國的任何人 就是FED也好 今天前面講的葉倫也好 他必須要處理的是 我們過去有這麼長一段時間 從19年開始 你超發了這麼多的美金 從4兆一直到了8.9兆 所以我們今年3月已經開始 第一次升息 5月的時候號稱是要升息兩碼 然後同時要開始縮表 而且縮表的速度是非常大 比以前的2017到2019的時候大很多 那麼這些都是在要去 主要是去面對通膨去攻擊的 一個FED的策略 因為現在看起來 他們是要用各種各樣的手段 去把通膨壓下來 可是FED真正要把可怕的通膨壓下來 我們上一次見到 是197幾年到1980年 那是我剛剛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那FED出手是可以把那個利息 從非常短的時間中 在應該是1980年 從9%一路拉到20% 20%的利息 然後在三個月之內 把它降回9% 隔了一年再拉到20% 用一個非常龐大的利息 去壓下它的通膨 然後開啟了美國經濟復甦的一條新路 那個時候大家有說這叫做 那個雷根的經濟學叫做無毒經濟學 因為覺得這種這麼重手 那我要講的是重手是什麼 9%是低的 20%是高的 我們今天看到的在這張表上 是現在它的基準利率是 從差不多幾乎是零 從那個有COVID來都是零 發現到差不多0.33 對 所以這個0.33就算今年加到了1.7 1.75的話 跟剛才所說的9跟20%相差多少 再講第二個問題是這樣 它當然可以說 我們現在通膨可以用我的FED手段 把你壓下來 但是它有這麼大的把握嗎 不是的 因為大家記得上一次大量量化寬鬆 就是2008次貸風暴以後 它從FED的資產負債表 從1兆變成4兆那個時候 本來是15年就要開始做那個縮表 後來在1415的時候又有什麼克里米亞 各種各樣它就沒有做 到了17年才開始縮表 這時候17年縮表到19年 對 我們看這段時間它這一邊提高利率 一邊開始縮表 總共前前後後只縮了6500億 6500億而已 那可是同時我們要看這段時間是什麼 這段時間其實還不錯 你如果看的話 GDP穩定成長在這段時間 就是它縮表這段時間 然後失業率逐漸降低 然後整個的那個物價的 核心的物價也在一個非常低的基期 所以其他的三個指標 都很安全的情況之下 它升息了 它縮表了 可是總共只做了6500億 那今天呢 今天如果你要看到的話 我們最近看到的 是它的核心物價 這裡在攀高嘛 馬上就到8點多了 這是還是上個禮拜的 然後它的失業率雖然還可以 但是失業率裡面有上百萬的人 是不找工作的 不出門的 所以這邊這個失業率呢 只能說是部分的事實 所以它的失業問題 其實也還是相當嚴重 然後其他的部分呢 成長也不怎麼樣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 你要用更激烈的升息 更激烈的縮表 如果你是FED 或者是你是業輪 其實是在走一條鋼索 因為前提是我最開頭講的 你對於通膨的判斷 到底對不對 如果它不是暫時現象 這次縮表要收回多少錢 這次它打算 第一年到今年年底要收一兆 前後整個要收三兆 這是今年的 現在所對大家公佈的計畫 所以上次本來也是要收不收 可是它只收了6500 而且我記得上次 倩姐來的時候有特別提到說 這個美國的縮表 通常都是雷聲大 雨點小 而且前一段 利率最高也才沒有升破3% 而且這個時候就是它說到後來的時候 突然就發生了問題 就沒有辦法繼續做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華樂他就是 這個話講的也是滿明顯的 他就是說 認為通膨現在就是到頂了 所以就開始下降了 對啊 不過他不一致的意見很多 有人認為今年要漲4% 又有人重重發言 我回去補一下 就剛剛說通膨的判斷 剛剛講第一個可能就是戰時性的 譬如說你有農作物欠收 戰爭 石油禁運 或者是這一類的問題 那現在顯然是戰爭影響很大 那這個戰爭打多久 就跟你這個戰時是多長 會有關係了吧 對 這是時間的問題 所以它並不見得那麼容易去判斷 那同時因為它在第一階段 因為戰爭而產生的 暫時性的通膨 還加上了後面的供應鏈的重組跟斷鏈 倩姐他可能相信普京 5月9號要 沒有 因為我們從 5月9號 因為我們從COVID-19開始 以這一天為準這樣 不過他怎麼會那麼樂觀呢 因為5月9號會是可以有大機會 就算他打完一句話 就是他打完了從COVID-19開始以來的 供應鏈的重整跟斷裂 推升的這些成本 還有原材料的不斷上漲 這些都是長期的 不會很短解決 所以真正就俄乌戰爭 是一個短期衝擊的效應 而且它經濟的制裁 更干擾到原來從疫情的衝擊 從COVID開始的 恢復的力道 所以你基本上來講的話 那個疫情的衝擊 是屬於基本盤結構免性的衝擊 而惡物的戰爭 你用所有經濟的制裁 那是短暫的 就是短期性的效應 而不是長征的影響 所以現在他對於單獨任何因而放話 我們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他在考慮 11月的其中全取 在那個時間 無論是如何 他會不斷的有人出來放出 樂觀利多的消息 這是為了選舉的考量 但是他能不能把真正的釋放利多的消息 轉化成真正美國選民 對於樂觀的期待 以及感覺生活真的好轉 因為那個才是影響選舉票房 你的政治人物可以講的天花亂墜 但我實際上的感受 到底能不能如你所講的 我認為那才是決定的因素 最近有一個數據 我請教委員 前天14號的時候 10年期跟3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那分別升到2018年2019年的最高紀錄 所以市長現在擔心的是說 會不會這個美國的經濟出現衰退 這是個信號嗎 您覺得 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 是 已經好幾次了 好幾次了 那市長的反應並不激烈 其實倩姐講那個才是真正的變數 不過我是擔心一種狀況 就即使葬烏冬 這個我們叫第二階段打完了 那好像剩下只有零星的戰鬥 可是他不撤軍呢 他如果不撤軍 因為他佔領的地盤遠超過那兩個共和國 對 那不撤軍 歐美怎麼取消制裁 尤其是SWIFT你能取消嗎 那你如果不制裁不取消 那俄羅斯是不是具體堅定的說 大宗商品都要用盧布計價 所以變成說你戰爭所帶來的 那個制裁效應拿不掉 對 這個制裁一放上去之後 就算戰爭的解決 然後恢復重現 這個之後你戰爭 就是說你等於說你今天採取制裁 是一個經濟戰手段 你也要找到一個適當的 要有下台階 要有下台階 能到一個合理的理由 因為他改過向散 因為俄羅斯撤軍的機率是很低的 至少在今年 但是你說三階段 停火然後撤軍然後才談定 第三個 這個大刀亂徽之後 你這個收刀入鞘真的是很難 對所以你戰爭結束是另外一回事 你現在本來就是說 用這個經濟的手段 去越制莫斯科的行為 本來就是隔絕搔癢 那萬一戰爭結束之後 你要如何能夠順利的收刀入鞘 我認為這個是真的是很難 我剛才提到了另外一個 而且中國有一個很興奮的國家 叫芬蘭 那也是另外一場危機 芬蘭 瑞典也是很危險 現在這個到底要不要加入北約 那個也是很大的危機 如果加入的話 俄羅斯也威脅說 我就要部署我的這個核子武器的 一些相關的設施 我覺得那個大家要樂觀看 單獨政治人物的放話 到真正的抉擇行程 有段時間 大家聽聽就好了 所以靖哥是告訴我們 現在先說安朗 消息一面是以為是 要看基本盤有沒有鬆動 那靖哥怎麼看 就是美國證監會這個禮拜 又再次把12家中方企業 列入預定下市的名單 這當中包括像搜狐 星豪影會這些公司 那這也是三月以來第四批 已經被納入清單的中概股了 的這個公司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是說 中國大陸的網路巨頭微博 禮拜五也被轉列入 確定下市名單 現在越來越多的中概股 趕快列入阿里巴巴最大的 應該列入阿里巴巴 我想就是基本上 我想基本上 就是說美國的態度是要掌控 而不是要脫鉤 因為脫鉤就長遠而言 它對它的資本市場 也不是什麼好處 所以它最主要是能夠掌控 但是掌控是應該 它用這個就是 叫做讓它下次作為要脅的手段 但是事實上來中國大陸那邊 也有很多地方做了讓步 那我認為大家現在要思索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中概股 這個三個字的定義 其實是它的涵蓋範圍 是相當模糊 而且將來很可能會 越來越無限上綱 因為中國大陸的企業 越來越走向國際化 所以你現在可以很明顯的認識 哪些是中國大陸的企業 而且把它定義成中概股 可是當初日本跟美國 有這個貿易戰的時候 日本跑到這個就是美國 然後來變成分工資來上市 也就讓它的經濟體系 跟美國來結合議題 然後那個時候就變成投鼠計器 所以這裡頭之中後面 後續能不能繼續能夠一刀切 我認為這也很難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 我對於這個情形 看起來是相對樂觀 因為美國要的是掌控 而不是脫鉤 不是脫鉤 不是把它全都趕出去 因為全都趕出去 那所有這個過去40年來 相互交往的政策 不都是白做的嗎 對 是掌控而不是脫鉤 好 休息一下 馬上回到環宇全世界 好 回到環宇全世界 我們來關注的是 本週的焦點人物 今天要來看的就是 常常要上這個媒體版面的 全球首富 Tesla的創辦人馬斯克 馬斯克先來看一看他的簡介 他是1971年6月28號出生 現在已經50歲了 那1995年他成立了網路軟體公司 Zip2 在1999年呢 創立了這個聯合 這個線上金融服務公司 就X.com 那在2001年呢 就是改名為大家所熟知的 這個PayPal 2002年成立SpaceX 還有呢 兼任這個CEO跟CTO 在2008年他成立了Tesla 擔任這個CEO的角色 看到他跨足太空 也在電動車的這個領域當中呢 發光發亮 他最近呢 有一個大動作 就是宣布要收購推特 Twitter 而且他說他的理由是為了言論自由 委員 哇 好大的一個 不知道 因為美國是一個很奇特的國家啦 就是 你把那個言論自由的審查權交給民營公司 而不是經由政府一個透明公開的討論過程 這個歐洲國家是不可能的 比如說YT YouTube也是 FB也是民間的公司 Twitter也是民間的公司 那他們就自己審查 然後把特朗普給趕出去嘛 對不對 對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讓川普 有一個申訴的機會啦 我的意思說這個照理講 應該要形成國家的判例嘛 對 說因為他做了哪些事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審判嘛 說必須他向他下平台 事實上川普上次被推出去 也沒有任何這個流程啊 就推了自己審查 就決定就不讓你 然後FB又跟進 對不對 那這樣是不是變成民主黨的外圍組織啊 還是說他這個理由 其實只是一個檯面上的 您覺得 不是啦 因為那你認為推特現在是做哪些事情 讓你感到他維廣言論自由嘛 對不對 推特事實上他 大家都知道他是比較偏民主黨的啦 大家都知道啦 馬斯克我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場 不過就是說基本上 你要就要提出一套 說你是認為現有的機制 不公平 你覺得他違反言論自由的地方 要有一個審查的機制嘛 對 那希望能夠有第三方公正人士 進來做一個比較好的處理嘛 對不對 比如說像我們在NCC 也失去了公信力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改革 要有一些明確的主張嘛 而且最近在推特上面 最新的看到他也發了一個民調 然後呢 目前統計的是73%的人說 Yes 他們同意馬斯克收購 那27%的人是說No 不同意 當然這是網路上的民調 這個還是得必須經過 這個正常的程序 現在你怎麼看 這是在外界也批評說 這種算是合意的併購 對 他這的確就是敵意併購 他就宣稱431% 那通常呢 如果是合意併購的話 是兩個公司會先有一些磋商 經過各自的董事會 然後用發表重信的方式 讓股東所有全人知道 好 那所以呢 當他這宣布了以後 你看這個推特的價錢是股價 是硬山而倒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最新是大概是44.9吧 那他現在offer的是 每股54.2 有20%的溢價 那這個時候如果 他的董事會不賣的話 今天他在他的推特上面寫說 如果董事會違反股東權益 就會構成沒有盡到 良善管理人的責任 接著他說 你們將要有的這個責任 會是像泰坦尼浩那麼大 是will be titanic in scale 這是他在寫的 他就開始威脅那個推特的董事會 因為推特的董事會已經說了 我們要用那個poison pill 就是讀完的方式去阻止你的敵意併購 那當然以前我在線上的時候 我們無論是收購或反收購 敵意併購有很多的方式去平打 那基本上就是三種 第一種是把它變得很貴 然後就是說你有找到新的增資 或是你有新的像那個 股東的授權讓你去買回股票 讓你的股價變得很高等等等等 你把它的購買的成本變高 那poison pill其中有一個就是 你現有的股東可以用 折價的方式去買新的股票 就逐高門檻 你就逐高這個門檻變得很貴 第二個就是你把它變得很難控制 譬如說你的董事會是分年改選的 所以你就算買進來了 你也不能夠把舊的董事會全部改選 因為他現在買百分之百 所以他當然是希望 他買到的那個時候 他就重新重整一個他喜歡的董事會 那也有的時候你會把經理權 經理人的他的那種股票選擇權 讓他可以提早的去實現 使得有些經理人 你寄來了以後你也不能把他趕走 就是你把那個董事會跟經營的 這個重要的組成做一定程度的防禦 那麼但是無論如何 如果全球首富的馬斯克 他真的要去砸錢的話 我覺得他是砸得起的 因為他個人的身價是2700億美元 對不對 絕對買得起 所以他是可以砸得起這個錢 那接著我們就要問說 這個人買了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要忘了在烏克蘭戰爭的時候 第一階段烏克蘭的數位轉型部部長 他的那個叫做副總理吧 去募款的第一個對象就是馬斯克 他像馬斯克去募了不少錢 所以說看起來這個人他除了我們剛剛講 他以前做PayPal 後來做Space Act 他做Tesla 他去做那個太陽城 Solar City做太陽能 然後他後來去做Open AI 就是所有的人工智慧 新的這個神經網路連結 他永遠都是在做下一波 那他現在去買一個舊一波 上一波是為什麼 一定是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布局 在全球的言論市場是一個 他在全球的政治影響力我認為是第二個 我覺得這個會叫的狗不會咬 會咬的狗不會叫 這個就敵意併購的策略而言 如此高調確實少見 所以我認為在某些情況之下 他可能是攪亂推特的整個經營 以及股東他營運的穩定性 為什麼要攪亂 因為攪亂把那個東西搞臭之後 他另外找一個東西 然後就可以取代推特 以他的科技能力以他弄 他可以做出一個比推特更好的社交軟體 然後推特你現在不願意賣 對不對 我可以以我的財力 我可以做一個比他更好的取代的系統 那個時候推特的股價往下跌 那他更受不了 所以我們大家要知道 所有跟一般的行為模式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都要想到這其中另有文章 我們看出來很多的 這個就是敵意併購之中 很少像他這麼高調 他確實是非常反常的高調 所以我認為 我們倒是讓子彈飛一會兒 看一看他是不是後面有另有文章 很可能他會宣佈我成立另外一個 就是同樣功能 但是更加好 而且取代完全推特 我們要知道這個 就是天涯何處無方首 何必單列一隻花 你萬一弄出來一個功能更好的 那個推特很快就完蛋了 我們都看過很多 這個電腦公司 當初Nescap 那個時候不得了 一下找出有另外一個取代軟體 他立刻就一毛錢都不值 不過這個馬斯科現在主業單還是在他的太空 SpaceX跟Tesla 那講到Tesla其實也可以看到 是說在最近中國大陸的Tesla生產線 因為受到疫情的衝擊 上海工廠長達將近三個星期停工 這個上海的廠其實 我們這邊的數據看到是 每天可以生產大約2100輛汽車 那如果從3月28號算下來的話 已經累計大概有39,900輛 將近4萬輛車子的產量損失 Tesla去年的第四季 全球生產30萬5000輛汽車 現在停工三個星期就已經產生 將近4千 對不起 4萬生產的損失 所以佔了他們的總產量的13% 那疫情會不會造成說Tesla 他去調整中國大陸 他們這個 中國大陸的工廠在他們集團中的比重 委員您覺得 這上海的疫情只是短期因素 不至於對不對 上海給它那麼好的地方 給它那麼好的優惠價格 而且它的主要的訂單也在中國 它的Tesla的車是賣得不錯的 對 所以不可能 實際上上海這個坦白說 是所有的產業都受害 也不是只有它 有人估計說上海如果 封城封到4月底 那上海的GDP會少6% 所以哪裡只有它 大家都受害 一天大概損失400億台幣 一天 對 菁姐 您怎麼看 這個Tesla 馬斯克他也曾經提到說 他要讓 它的底下的產業 涉足 離礦開採跟經驗這樣的業務 不光是他像比亞迪 其他的跟電動車相關的 這些主要的公司 都會往上游走 因為現在的電動車裡面 最大的一個成本因素 大家希望如果要做cost down的時候 要把這個成本因素往下走的 一定是它的電池 電池從它的製造 一直到它的原材料 原成本到最早的那些礦 都是這幾個重要公司 在比全球布局的 他們不是只在中國大陸布局 他們比的是全球布局 所以從馬斯克的角度來看 你看它的SpaceX 它投資了很多新的金屬 因為它要去太空 能不能夠回收 它在坐車子的時候 它要往上游 把它最大的一個成本的部門 能夠有所控制 它都有比較早的 比較先的部門 所以我比較不認為 他做Twitter是臨時起義 這個人看起來 不太像是一個臨時起義的人 這是為什麼我覺得 他第一個 是在搶言論市場 第二個 我認為他真的是在搶 全球政治上面的影響力 他已經是首富了 剩下還要什麼 我想 什麼都有 所以現在政治方面的 我在想 他今天之所以 這麼高調的去收購 他有確實沉入 倩姐說這樣 他有另有用意 所以我們今天 不能只有看到他表面上 所展露出來的態度 而且我們應該是 從多個角度來幹 正如所講的 我一再強調 這個敵意併購的 所進行的策略 如此敲鑼大鼓 其中必然有障 第一個政治事件 我可以說的 對 你還是不得了 你還是不得了 我還是不得了 你還是不得了